台中市维新医院十年前爆出违法命运事件 最后高等法院判决无罪 今年医院院长跟教授特别召开记者会 公开说出他们的委屈 要求司法党委还他们一个公道 这起发生在十年前的所谓冤案 一开始就是台中市的维新医院 接纳了静怡大学退休的许博一教授担任志工 从事非药物治疗方面的见习工作 但是却因为当时的维新医院副院长石龙正 盗卖医院的药品被开除 所以就诬陷维新医院雇用许博一教授为密医 结果检方在没有经过审慎的查证之后 就将院长徐景琦、许博一教授求刑并且判刑 经过长达十年的诉讼之后 高院才终于判决他们无罪定验 我们非常痛心的就是说 当林应之检察官 他获知密医致死是一个只需乌有之下 他竟然没有就因此而结案 结果他每两三个礼拜就到医院来商调这个资料 然后去讯问一些工作的人员 结果竟然在两个年度之后 就起诉我以及许博一教授 台湾精神科民医也是目前维新医院的执行长徐景琦说 地院跟地检署明知学生跟志工带领团队心理治疗 是精神医疗的常规 完全没有违法的事 却滥权起诉判刑 他跟许博一教授已经向司改惠跟监察院提出诉论 追究失职人员的责任 非常非常的淹完 根本没有这件事 这件事是创造出来的 那我蒙受的这个淹 我刚刚已经讲了 全世界各地都在关切这个事 都在问我学生啊 你看我学生有多少 几万个学生 还有我的同事 我的同学都在问 让我所有的演讲也停止了 我的所有的研究也停止了 你看人生的十年 多么宝贵的后来的十年 这样把我招大掉 难道这些司法官没有责任吗 那就作为这个教授协会的这个代表人 有这样的事情来发生在我们教授身上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遗憾 维新院目前正在整修当中 预定11月会用全新的面貌再服务病患 院长徐景奇说 真相大白 雨过天晴 维新院要重新再出发 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活得更加健康 社会更和谐 记者李嘉金 卓轩儿 台中报导 中间这段时间你们受到什么样的损害 谢谢大家